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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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昌给人民日报的信里边写道 林昌 林昌从崇拜毛到反对毛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呀 对于这个准备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折磨和镇折磨和镇压 不过呢 不过呢 有一次特殊的机会 真有人和林昌的母亲一起成功的见了狱中的林昌一面 谁啊? 林昌北大的同学 林昌 林昌北大的同学张元勋 他怎么见到林昌的呢? 中共已决定了 中共以决定了 中共以决定要杀害他 接着他当着预警的面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 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 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 每次我都口鼻出血 脸被抓破 满身的疼痛 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 扭扣撕掉 有时甚至缩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 叫做脱胎换骨。」 林昌当着武警的面说这些话 他真的是很有勇气啊 是 林昌接着呢 指着周围的预警说:「那些家伙在一边看热闹 可见他们多么无耻 内心是多么的肮脏 我的头发也被一扭一扭地揪了下来 林昌用手指把头发分开 可以看到头发根处像枣和蚕豆大小的光秃的头皮 这里妈妈看到多心疼啊 是 但是呢 林妈妈什么也不敢说 林昌接着说 衣服被撕破以后呢 这些预警居然对他非礼 最后 他只好把衣服和裤子缝在一起 大小便的